一个有福报的家庭 会有这五个特征 你家有几个 中国的家庭向来讲究五福临门 何谓五福 上书 红饭 约长寿 约富贵 约康宁 约优好德 约考忠命 其实每一福都不容易 能够五福临门的家庭 是需要大福报的 也是人生的理想状态 一个人有没有福 看看他的原生家庭就知道了 家是我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 离不开家人的关心和呵护 一个温暖的家庭 会让我们感到幸福 也会让我们的人格更健全 一个不幸的家庭 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 也让我们的成长之路变得艰难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每个人的福报不同 也就会各有因缘 有的人生而富贵 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 有人生而贫穷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不同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 就会有显而易见的不同的命运 没有人不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 能够活得幸福快乐 一个有福报的家庭 会有这五个特征 你家有几个 一 家庭和睦 家和万事兴 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定是和睦的 温馨的 家人之间有良好的亲密的关系 有良好的家庭氛围 家中充满欢声笑语 活得高兴快乐 家庭有无穷的吸引力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一个家庭中 夫妻之间的关系 左右住家庭的氛围 一对恩爱的夫妻 会让家庭变得和和美美 也会让孩子学会团结和爱 也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和人格的健全 一对经常打架的夫妻 一定会让日子 过得鸡飞狗跳 也会让家庭的氛围变得压抑 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全成长 兄弟同心 黄土变金 一个和睦的家庭 兄弟姐妹之间 一定会团结一心 相互呵护 彼此尊重 心往一处想 尽往一处使 让家庭变得幸福温馨 有和睦的家庭 就是一个人最好的福报 走到哪里 也都有温暖的依靠 都有人惦记和挂签 一个不和睦家庭 最终会变得分崩离析 二 经济宽裕 一个家庭不说大富大贵 有多少钱 但至少能够经济宽裕 能够不为金钱所困 90%的家庭吵架是因为钱 没有钱 经济不宽裕 一个家庭是过不好的 处处受金钱所困 一个家庭一定会有太多的矛盾 有一句话说 能用金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现在是一个物质发达的时代 人们的欲望 也变得水涨船高 有了钱才能消费得起 才会有满足感和幸福感 没有钱 你就会买不到车子房子 甚至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拿不出 老婆孩子也活得自卑和委屈 一个家庭也就不会有幸福可言 一个家庭经济宽裕 能挣到钱是需要福报的 所谓小富靠勤大富靠命 一个人在努力 没有福报 也挣不到多少钱 有多少人 做了一辈子发财貌 机关算尽 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不但没有挣到钱 还债台高筑 经济宽裕的家庭 人人羡慕 在社会上有尊严有地位 没有福报的家庭 就会过得艰难困毒 三 有良好的家风 真正有福报的家庭 都是父慈自孝 尊老爱幼 子孙 后代有礼貌 善良诚信 有良好的家风和家教 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有良好的素质和品德 在社会上 友好的口碑和威望 生命代代相传 血脉相连 家风好的家庭 都会似是同堂 长辈老人 有自己的地位 能够受到优待 能享天伦之乐 儿孙绕夕 晚辈争相孝顺 父母爷爷奶奶 让一个家庭变得温暖祥和 良好的家风 是遗传的 是言传身教的影响 父母为子女树立了榜压 等到父母老了 子女就会自然而然地孝顺 父母 照顾父母 而不是对父母不管不问 甚至打骂父母 虐待父母 一个家庭再有钱 如果子女不孝 就是一件令人感到 纯冷齿寒的事情 而有良好家风的家庭 才会有好的福报 四 儿女子孙有出息 一个家庭最得意的事情 就是儿女后代有出息 学习好工作好 甚至是升官发财 有钱有地位 能够光宗耀祖 在社会上有尊严有地位 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君子之责 五代而斩 一个家庭儿女后代有出息 是需要福报的 能够升官发财 更是需要大的福报 祖上积德 才会负责子孙 所以我们的老祖宗 都讲积德行善 才会有子孙后代的发达 一个家庭最中拼的是 儿女后代 一个家庭子孙 后代有出息 才会变得兴旺发达 如果没有教养 甚至出了败家子 吃喝嫖赌 不学无术 不务正业 一个家庭也就完了 五平安康颖 平安就是福 福报好的家庭 一定会顺顺利利 即便是遇到了急难之事 也会逢凶化急 一个家庭再有钱再有地位 如果发生了意外和非常之事 遭受了天灾人祸 就是不急 就是劫难 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都能够身体健康 没有疾病的困扰 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福报 老人能够长寿 无论你年龄有多大 能够父母双全 就是人生的幸福 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保证活得快乐无忧 一个家庭顺顺利利 没有烦恼之事 没有意外之事 才会有心灵的宁静和幸福 才会有所谓的岁月静好 才会有好日子过 一个福报好的家庭 会有以上五个福报 你家都有吗 人老了 多积这一福气 好运自然会降临 一 人老了 身上没有哪疼哪疼 其实这就是好福气 人啊 总是会老 这是不变的事实 我们如果能在我们老的时候 争取做到 身体健康 其实这也代表着好运的降临 福气的开始 都说人老了 身体也硬了 想做点什么事情 也力不从心 但是如果说你虽然说你年龄大了 但是你的身体上没有任何的不是 其实是你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这也表明了你比同龄人有更多的机会享受福气 教好运 没事的话 早点起来 早上去锻炼锻炼 好好吃饭 你会发现你拥有一个健朗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你拥有一个健朗的身体就是金山银山 你想去哪里 你自己还能够去得到 你想着 做什么事自己还可以做 你想着帮着子孙点 也还可以帮着 人哪 活着 什么再好也不比身体好 所以说 身上不拿疼那疼 那就是福气 身上没什么毛病了 资本有了 那你是不是就如好运降临一般 顺顺利利的 所以说 只要身上没有哪疼那疼 健健康康的 你的好运也就降临了 二 人老了 如果你拥有一个好情绪 那你就赢了 一个人哪 一旦老了 如果他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都是笑脸盈盈 你想他还会有什么烦恼吗 过一天 是一天 心里充实 脸上有笑 家里也是和和睦睦的 我想 这是金山银山也比不来的 有人说你 一旦生气 你的福气也就远离了 你的好运 也就没有了 确实是这样子的 人也老了 如果脾气再大 大家都很忙 谁愿意 有空去哄你 有人说 老人本来 就是小孩子 本来就需要哄 但是我想说 如果一个老人 拥有一个 很好的情绪管理 那首先 他自己 就活得开心 今天做成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自己 今天的心情不错 所以 好心情 成就事情 人老了 如果已经没有 在工作了 那他的精神上 是空虚的 但如果说 他能够 很好地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开心 不让他人担心 这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人 这更能给他的晚年生活 带来极大的保障 好运更不用说 自然而然会来临 每天笑脸盈盈的 那么开心 你的子孙 看到也开心 他们也乐意陪你唠嗑 也愿意和你亲近 所以啊 人老了 好情绪真的很重要 心情好 好运来 三 人老了 神态年轻 好运 也将自然会降临 人虽然老了 但是他的神态 却是精神奕奕 看起来 比同龄人年轻很多 就是因为 他有这个特点 所以说 他能够比同龄人 活得更加的舒适自在 开心幸福 神态好了 一切就都好了 为什么他的神态 能那么好 虽然他已经老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 离不开他的心理素质 他的心理素质好了 他的神态就好 一个有着极强 心理素质的人 他的人生 也一定过得 比其他人轻松 你的外表看起来年轻 虽然你已经年龄大了 但是依然阻挡不了 别人对你的赞美 你可以和比你年龄小的人 在一起玩 都可以 如果说 人老了 但是他还很年轻 那就是他的福气 说明岁月的痕迹 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 说明 他的心里 承受能力很好 说明 他的故事 很感人 他是个感性的人 他亦是个懂生活的人 哪怕你 无论到什么年龄 你都能够生活得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 所以 你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你的神态 看起来 还是很年轻 这也代表着 你的好运 也悄悄降临了 四 人老了 但有儿孙 成欢西夏 便是好运连连 人老了 但是我儿孙满堂 那我就又多了一个 可以说说话的人 因为有着血缘关系 所以显得更加的亲近 人老了 如果身边有个人依靠 如果身边有个人可以陪着 那就是幸福 那就是幸运 人老了 有儿孙陪在身旁 有法律义务上的保护 有亲情的维系 有感情的寄托 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爱 这种爱能够让你的心感受到温暖 感受到幸福 所以说 这辈子还是要找一个人共度余生 生一个孩子 陪他共享晚年 我们不是自私 我们只是想要我们的生命有所延续 爱是一代传承一代 人老了 有子孙是真的很幸福 有子孙真的不孤单 有子孙真的很快乐 因为是你的子孙 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喊他做任何事 因为是你的子孙 世间便又多了一个懂你的人 所以说 人老了 一定要留个子孙陪自己 一种幸福 这是一种福气 这更是一种好运 他能够陪你享受晚年 他能够让你不再感受到生命的沧桑 好运开始 五 人老了 对于处事有一套自己得心应手的处事方法 这是一种运气 这是一种好运 都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人的年龄不是白长的 人的年龄是有许多经验 许多智慧积累的 人老了 待人亲切 不急不躁 一切似乎是那样子的平和 稳定 人老了 如果你的处事能够赢得别人的赞同 也能够让自己活得舒心 这无疑是一种成功的处事 人老了 你的手中就如握着一张王牌 你有你独特的方式 你有你独特的见解 人们都愿意和你聊天 人们都愿意和你接近 从早晨到黄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 属于你的快乐的时光 也在一分一秒的积累 所以说 人老了 不一定都是坏事 也并不一定都是烦心事 人老了 也该是享福的时候 也该是让自己有自己时间的时候 你的年龄就是你的法宝 你的年龄就是你举世无双的魁宝 你的年龄更是你的武器 时光从来不会抛弃谁 时光从来也不会特意的给谁留下什么 但记忆的深处 总能够给你留下深刻的回忆 美好的回忆 所以呀 人老了 你会处事 那你的好运就来了 记住这八个字 家庭才能兴旺发达 珠子家训 李写道 黎明即起 洒扫停除 要内外整洁 即婚便夕 关锁门户 必亲自检点 意思是说 每天早上起床 要洒水清扫 保持家庭内外干净整洁 到了黄昏 要管好门窗 并亲自检查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一个家庭 能够兴旺发达 并不一定是干了轰轰烈烈的大事 往往是把身边的小事情做好了 要知道大海 也是津津细流汇聚而成 高山也是一旦一土堆砌而成的 记住以下这八个字 家庭才能兴旺发达 把家庭里每个人的力量汇集起来 用一言一行的形象 体现家庭的幸福 一个家庭就成了方圆百里的楷模 道德 诚实守信 良好家风带带传 一个兴旺发达的家庭 离不开好家风 不管一个家庭多么富有 如果家里出现了一个败类 那就是一粒老鼠屎 糟蹋一锅粥 大家都跟着受累 被别人指指点点 社区里 老李算是一个有口皆碑的人 曾经在单位是劳模 常常得到领导的表扬 还拿过劳动奖励 在家里 他是孝顺父母的榜样 家里不仅有年迈的父母 还有一个瘫在床上的外婆 他都没有嫌弃 而是好生照顾 老李结婚生子 孩子一转眼就长大了 现在大儿子彬彬都二十多岁了 彬彬大学毕业后 去了深圳打工 但是觉得太苦了 就回家了 想住在家乡创业 但是创业没有本钱 就到处借钱 结果呢 创业多年 毫无起色 就在一次南下打工 这下可苦了老李 彬彬借钱都没有悬 导致亲戚朋友 隔三差五到老李家讨债 老李是个诚信的人 想办法慢慢悬 让大家别急 上个月 彬彬回家了 很多亲戚朋友知道后 就赶过来 问彬彬要钱 彬彬看到人多了 一气之下 就拿起木棍 把要债的人 打伤了几个 欠债还钱 天经的义 可是彬彬却做了 违背道德的事情 好端端的一个家 从此落得 家风败坏的名声 就算老李为人再好 都没有人 愿意和他交往了 也许 从此 老李家 也会家到中落 因为家里 出了一个败家子 家庭兴旺 以德为首 没有道德的家庭 就失去了诚信 还有了各自恶念 贪念 要知道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有道德的家庭 各个心怀善良 多做善事 才会得到社会的赞言 才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帮助 即便穷一点 也会慢慢站起来 不会穷一辈子 哪怕是最苦的时候 也会得到 左邻右舍的周记 也能熬过去 立志 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更比一代强 人人有志气 一个家庭才有志气 兴旺发达的家庭 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大家一起去实现 比方说 去大城市买房子 不是一个人可以办到 的事情 只有一家人齐心协力 才可以做到 有志气的家庭 孩子各个努力 一代比一代更强 不会沦落到 富不过三代的结局 很多富有的家庭 孩子没有志气 结果就成为了啃老族 然后是坐吃山空 一个家庭 就此变成了穷家庭 心中有志气 才会孜孜不倦学本领 成为有才会得人 我们常常说 寒门出贵子 也就是知识改变命运 让一个穷家庭 因为知识变富 人穷不怕 只要心不穷 终究会翻身 因此 家庭想要兴旺发达 就要各个励志 把家庭的事业 推向新高度 每一代人都围绕 家庭的发展尽力而为 祥和 和气生财 家庭越来越有凝聚力 俗话说 和气生财 一个家庭要团结协作 和协有爱 才能够形成众人 石柴火焰高的局面 有困难 也能视如破竹 一般去战胜 只有渐渐没落的家庭 才是家庭成员之间 互相拆台 一个家庭 和气财会吉祥如意 事事如意 比方说 父母想要在乡下建房子 但是儿女们都反对 结果父母 硬是要回乡下去建房子 导致家庭不和睦 就算父母建好了房子 儿女们 不愿意去乡下 看望父母 家也是冷冷清清的 失去了温暖 如果儿女顺从了父母的意见 帮助父母在乡下建房子 结果就恰好相反 大家一起在乡下过年 那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就是夫妻之间 也要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那些夫妻吵吵闹闹的家庭 做什么都难 丈夫在外干活 都不会安心 那么家庭会越来越穷 甚至夫妻都闹离婚 结局就更糟了 因此 一个家庭要兴旺发达 就要祥和 一家人 和和气气做事 开开心心创业 万事都不难 勤俭 勤俭节约 开源节流 财富积少成多 朱子嘉迅里写道 一周一范 当思来处 不易 半思半缕 横面物力为奸 真正富有的家庭 不是努力赚钱就行了 而是赚钱了 还要学会节约 才会有年年有余的好景象 就是大富豪 也是靠财富积累 不是一夜报复 勤俭的意思 就是一个家庭里 大家都勤快工作 不要推诿 同时要节俭 一个赚钱 一个花钱 一个努力 一个懈怠 这样的家庭 不可取 难成大器 自奉必须简约 宴客切勿留脸 一个家庭 自己要节约 对待宾客 也不能铺张浪费 要学会 如何与人打交道 不失礼数 也不攀比面子 形成一种 勤俭节约的良好家风 树立好家庭的口碑 总而言之 一个家庭 想要兴旺发达 需要记住道德 励志 祥和 勤俭这八个字 并持之以恒作道 世世代代去践行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都有不一样的难处 但一些新家的道理 是一样的 不管家里有没有钱 但为人处事的方略 一定不能缺失 才能世代兴旺 有的人永远不要再提 有的话永远不要再说 人生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遇见又分离 有的人需要我们一生去怀念 有的人需要我们一生去忘记 有的人分别了总是不舍 念念不忘 有的人在现之后永远不要再见 永远不要再提起 一些话来不及说出口 分别了 再也没有言说的理由 一些承诺来不及兑现 有人已远走 遗憾的话对不起的话 就永远不要再说 人生的分分合合 恩恩怨怨 都是生命绕不过去的情节 你遇见谁 无需惊喜 你离开谁 无需爱恨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不是你想留就不散 不是你爱谁 就会有结果 人生让该来的人来 让该走的人走 该离开的人 就不要留恋 一颗被伤透的心 总要给自己留些尊严 有的人走了 总是令我们感念一生 人生难得一知己 有缘成为朋友知己 是一辈子的奇妙缘分 是一生割舍 不下的感情 因为有朋友有知己 我们可以说说心里话 在你寂寞时有人 可以诉说 在你困难时 有人可以求助 好的朋友知己 总是令我们挂怀 有的人 需要我们一生去感恩 那个人 也许是你一生中的贵人 他赏识了你的才华 提拔了你的地位 使你的人生 从此与众不同 有的人 需要我们一生去记住 那个人 也许是你的救命恩人 在你最危难的时候 在你命悬一线的时候 拉了你一把 使你走出绝境 获得新生 这样的大恩大德 我们莫齿难忘 需要一生勇记 有的人 也许素未平生 但他给你带来的 也许是永远的精神财富 成为你一生 永远的精神皈依 你会关心他 膜拜他 这样的人 成为你生命中的精神支柱 这样的人 如果有一天走了 你会觉得是 永远的遗憾和心痛 有的人走了 是一众解脱 是再也不想说的过往 是再也不愿提起的人 有的人对你来说 就是一场灾难 吃你的 喝你的 用你的 认为是理所当然 还拿你不当人 把你的尊严 踩在脚下 说你吝啬 说你小气 说你是白眼狼 而你说不得 气不得 惹不起 还躲不起 这样的人走了 与你是解脱 是再也不愿看线 再也不要提到的人 有的人遇见了 命中就是你的克星 冤家对头 瞧不起你 欺负你 排挤你 错误的都是你 没错 也要给你加上罪名 这样的人 总认为你是软柿子 你还以颜色 就成为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你若退一尺 他就会进一丈 这样的人 分开了 连一眼 都不愿意多看 还有的人 初次见面 以为相见恨晚 成为了在一起的朋友 怎知道 只有日久见人心 相处越久 你就会越后 回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三观不合 甚至是大相径庭 可是你又不能冷落他 远离他 明明嫌弃得很 却还要装出一副笑脸 来应付他 这样的人 离开了 是一种庆幸 是一众解脱 感情中总是有份离语背叛 忘不了的人 不能说的话 有时候 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 爱在心 口难开 明明遇见了你 明明喜欢你 明明彼此都有爱意 只是一转身 那个人就消失在人海里 那个忘不了的人 在限之时 你发现 你已经没有说爱与牵手的理由 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成为时间抚不平的伤 感情中 总有坚守与背叛 总有兑现不了的诺言 你信奉的山盟海誓 也许不过是别人口中的一句戏言 你爱得动了心 动了情 却换不回 情人离你而去的决绝 那个你忘不了的人 给你一个背影 你知道那些爱他的话 再也不能说 有些人 走了就忘了吧 有些人 分了就放下吧 有些话 就不要说了吧 伤透的心 让时间来愈合 那些生命中的遗憾 不欠不悬 做人 不能太老实了 人活一辈子 不亏欠别人 但也不要为难自己 不要委屈自己 人这辈子 还是要学会为自己而活 考虑自己的感受 与人相处 不必过于迎合别人 也不必太老实 什么都不比较 该属于你的权益 就要勇敢地去争取 不要觉得自己老实吃吃亏就好了 你越是不计较 别人就越不把你当回事 觉得你太好说话 于是更加想从你身上占便宜 想要压榨你 人哪 往往太老实了 会没有福气的 太老实的人 总是逆来顺受 总是不懂得拒绝别人 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自己也不敢反抗 不敢说不 别人就会越来越欺负你 太老实的人 活得最憋屈 不懂得为自己争属于自己的东西 甚至别人都欺负到自己的头上了 还觉得这是自己的命 命是这样 又能如何呢 老实不是你的命 老实不是你的错 但是你的老实应该有底线 有分寸 你做人也要强势一些 强硬一些 要有自己的个性 善良要给对的人 老实也要对得起自己 不管跟谁相处 都不要被人剥削 不要被人压榨 面对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人 只会占你便宜的人 只会利用你的善良欺负你 瞧不起你的人 自己若还是太老实了 就是一种软弱 别人更加会欺负你 所谓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做人 不要太老实了 该拒绝的就要学会拒绝 不要让自己为难 不要让自己受尽委屈 你若是不懂得拒绝 不懂得跟别人提条件 别人就会对你得寸进尺 更加不懂得珍惜你 感恩你 而是肆无忌惮地从你身上索取 生活中 有一种老实人 自己的生活 本来就过得很落魄了 然而当村子里 一些有钱的人 找他干活的时候 却不给他工资 他也不敢说多什么 甚至别人一而再 再而三找他干活的时候 他明明知道 别人不会给他钱 还是吃苦受累地去干了 而当自己做不好的时候 别人还会骂他 他都不反驳 其实这样的老实人 过得不好 往往都是自己 逆来顺受的性格造成的 劝你做人不要太老实 不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绝望了 是在面对一些人的时候 你的老实根本得不到善待 真的是没必要的 所以 你要硬气起来 该争就争 该提的 还是要提 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才是应该的 人活一辈子 不要光顾着别人 你要多想想自己 不要总是勉强自己顺从别人 对别人大方 却自己内辛苦的不堪 你太老实了 在乎这个 顾及那个 自己都过不好 还想着别人 谁又会考虑你的感受和处境呢 甚至你做的一切 别人都不会感激你 你有事情的时候 别人也不会过来帮忙 而你的原则和底线一次次被人突破 只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最好欺负的 人太老实了 就被人利用 知道你不懂得拒绝别人 所以什么不好的事情 第一时间就想到找你来干 而有什么好事 却不会跟你分享 摆明了 就是欺负你老实而已 你太老实了 就会被人当成是透明人 用得到你的时候 就理直气壮地找你 用不到你的时候 就会翻脸不认人 瞧不起你 嫌弃你 不想搭理你 所以 做人 不要太老实了 这样活着 注定会很累 很痛苦 很委屈 与人相处 该防着的人 就要学会给自己留一个心眼 这才是保护自己的方式 该拒绝的人 就要果断拒绝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该远离和断交的人 就要学会断交 不要太心软 有些人 就是欺软 怕硬 你越是老实 就越会欺负你 你若什么都不计较 什么都觉得无所谓 什么都不争 什么都不要 别人不是觉得你大方 而是觉得你傻 那些只会让你付出的人 只会消耗你的人 那就别对他们太善良了 与他们划清界限 保持距离才是最好 别把真心给不值得的人 如此才算清醒 家中老人过世时 别说以下几种话 容易折服 是说心语有言 生老病死 实质则行 生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 谁都要去面对 在我的老家 若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过世 称为喜丧 大家并不悲哀 还认为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可见 世人对于生死 早已坦然 通常来说 家中老人过世的时候 体面地安排葬礼 促成圆满的结局 就好了 尽量不要节外生枝 家庭和气就是福气 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过世 更要有主人翁精神 别置身事外 要记住 以下几种话 千万别说 容易折服 一 别抱怨老人的过去 既往不救 曾国藩留给后人一句话 物来顺应 未来不赢 当时不杂 既过不练 做人总要往后看 要积极改变当下 生活不杂乱 就是幸福 若是你数落老人的过去 就会发现 老人有很多的缺点 也做了偏心的事情 还没有大的格局 或许 你很多的人生困惑 就是父母 祖父母带来的 当你带着恶狠狠的口气 数落刚刚过世的人 明显就是翻旧账 不孝顺 俗话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人在过世之前 总得说几句善意的话 悔悟自己 帮助子女 作为子女 应该积极回应 表示自己的宽容 若家里的老人 在晚辈的埋怨中过世 那一定是家里的悲哀 家风明显就不行了 让不愉快的往事 随着老人的过世 烟消云散 活着的人 才能轻松前行 二 别责怪兄弟姐妹 来日方长 古人说 孝不比凶 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 去孝顺父母 给的赡养费 陪伴的时间 都不一样 十个手指 都不能整齐划一 更何况是一个人 大家的生活条件不同 奔波在不同的地方 和岗位上 不能尽孝的人 总是有的 作家老舍在我的母亲中 就写自己离家多年 连母亲过世 都没有回家的情况 母亲鼓励老舍外出 寻找更多的发展机遇 奔赴理想 当母亲过世的时候 老舍在外地 没有得到信息 第二年 老舍写信回家 惦记着母亲的生日 收到回信 才知道母亲过世的情况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还告诉他 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 很早的便睡下 他想念他的幼子 而不便说出来 从母亲的角度来说 只要儿女在外头混得不错 能够立足 也是一种孝顺 其他的兄弟姐妹 不说怨气的话 母亲就倍感欣慰了 现在我们的通讯设备发达了 随时随地可以联系 但是在外地的兄弟姐妹 尽效总是难一些 在旧家乡附近的兄弟姐妹 难免要多关照 孝顺 也没有绝对的宫廷 应该理解和包容 不要在父母过世的那一天 还互相责怪 大家都希望父母一直活着 但时间不容许 只能顺应 三 别说迷信的话 相信科学 关于生死 有很多的神话故事 也有很多的习俗 迷信色彩的东西不少 在我的家乡 若是老人是外地过世 在老家安葬 就得亲人招魂 意思是说 把外地的魂魄找回来 避免做孤魂野鬼 关于墓地的风水等 大家更是深信不疑 当然 约定成俗的东西 我们需要尊重 对于一些过度夸张的事情 就不要相信了 在交谈中 大家不要说迷信的话 避免疑神疑鬼 一些迷信的语言 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大家听到了 内心会隐约不安 在老人落脏之后 仍旧会回想起来 和现实生活中的事情联系起来 生活要安静下来 内心要稳定下来 余生才会幸福 不科学的东西 尽量不说 听到了也不要记住 四 别算计遗产 都靠自己 清代文学家周亮公 在书影中写道 富贵受贫贱人理 以为当然 此大折福处 家庭很富有的人 还收了穷人的大理 内心是理所当然的 那就是 亏损福气的关键了 看来 古人也在期待 富人帮助穷人 而不是势强凌弱 顺着古人的话 我们找到了 分配家庭财产的方法 强者礼让 弱者多得 俗话说 亲兄弟 明算账 账目要清楚 但是分配的方法 不一定要公平 起码谁都不要苛求 能绝对公平 老人尸骨未寒 年轻人就在争夺遗产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幕啊 老人刚刚过世 一个家庭就四分五裂了 因为一间房子 一套沙发 一个冰箱 导致大家咬牙切齿 这是谁愿意看到的场面 最贵的遗产 不是物资 而是做人的精神 是礼让 帮助的好加封 不惦记 大家庭里的东西 还能反补大家庭 这样的人生 才更有意义 人都是靠自己的 从大家庭里得到什么 若是你不劳动 就只是坐吃山空 无法富起来 我们应该这样思考 五 或惜福所以 福惜或所福 家中老人过世 对于和睦的家庭来说 不是灾祸 而是兄弟姐妹 更加团结了 更加珍惜血缘关系了 也借此机会 教育孩子 如何处理家务 对于自私自利的人来说 喜丧也会变成丧气的样子 给大家庭带来矛盾 给自己招惹麻烦 还给外人看笑话 惠律法师说过 幸福是不能求得的 只有高高兴兴的过日子 以招来福气 真正体面的葬礼 就是祥和而热闹 从来不是奢靡而攀比 管好自己的嘴 守住家庭的和气 高高兴兴过余生 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女人到中年 最好的依靠 不是丈夫 而是拥有这三样底牌 一切终将过去 一切终将美好 对于中年女人来说 生活似乎从未放过自己 压力与责任并行 挑战和机遇同在 总想拼尽全力 努力去抓住些什么 却又好似什么都没能抓住 那种患得患失的紧张情绪 让原本疲累不堪的自己 无时不处于一种煎熬的状态 在生活的魔力和重压下 也渐渐明白 最好的依靠 不是丈夫 而是拥有这三样东西 一 对生活无惧无畏的勇气 这段时间 某女演员直播带霍冲上榜首 引发网友的热评 这位被曾经被誉为国民女神的演员 一出道 便以清纯 高雅 俘获了大批观众心 出演的电视剧《金粉世家》 更是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只是 婚姻的失败 她有过的一些 看似歇斯底里的行为 将她拉下神坛 一时间 不好的评价接踵而至 就连对孩子的宠爱和依恋 也饱受批评 跌落人生谷底的她 一直在努力 调整着自己的节奏和步伐 上综艺节目 做品牌代言 揭拍新戏 但似乎无论怎样努力 依旧无法让自己翻盘 倒是她开设带货直播间 安安静静地分享穿搭心得 一件一件地试穿服装 以一种舒缓的聊天方式 再次回归大众视野 备受好评 正如一位网友评价的那样 虽然 她的青春芳华已经不复当年 但过去经历的一切 都已经沉淀为一种叫做勇气的东西 支撑着她无惧无畏的前行 而这 或许正是她重新被接纳 被喜欢的原因所在 身为女人 不管是小女人 还是女汉子 莫不渴望被人呵护 被人珍惜 被人宠爱 然而 命运总是无常 苦苦追寻的 想要牢牢抓住的 却总是溜走得更快 不如甘心情愿 把命运给予你的苦 一一常遍 那些摔过的胶 掉过的坑 受过的气 还有从未放弃的坚持 渐渐沉淀下来 成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 成为保护自己最好的铠甲 二 对生命无尽的热爱 有句话说 唯有热爱 可抵岁月漫长 女人如花 不同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 可很多人 却在生活的重压下 忘记了让自己如花一样绽放 不仅仅是指穿衣打扮 更深层次地是指 让自己的才华尽情展现 根据法国女画家 萨赫芬路易的生平拍成的电影 花落花开 真实讲述一个平凡女性坎坷 却不平凡的一生 在现实生活中 萨赫芬是一个干粗活的女仆 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 蜷缩在自己的窝居中时 她才开始绽放她灵性的部分 萨赫芬成为用生命去绘画的人 没有钱买颜料 她就利用大自然中的淤泥 青草 厨房里偷的猪血 教堂里拿点灯油去自制颜料 这使得她画中的色彩与众不同 她没有钱买探 甚至拖欠房租 但也要去画画 并最终被一位绅士所赏识 买下她的作品 让众人知晓了 这样一位天才画家 并喜爱上她的那些色彩浓烈 生命力张扬的画作 虽然命运再次捉弄了萨赫芬 因为战争原因 导致她的画展被取消 她由此精神崩溃 在疯人院里 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然而 在萨赫芬悲苦且劳累的一生中 正因为画画 她有了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 体会到了生活中 那些转瞬即逝却 无比可贵的愉悦 人生并不总是来日方长 唯有如同萨赫芬一样 用无尽的热爱去对待 才能不负时光 不负生命 三 对一技之长的锤炼打磨 女人到中年 之所以无由来的慌张 多半是没有留下退路 如同一位主持人说的那样 人生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经济基础 只有经济独立了 自由了 才能谈论我想要的生活 才能底气满满地接受一切挑战 真正聪明的女人 从来不会在岁月里放松自己 她们无时无刻都在学习 不仅读有形的书 也注重在实践中打磨出一技之长 尤其对于那些没有高学历 也没有雄厚背景的人来说 练好一技之长 永远是生活中最要紧的一刻 只要自己不放弃 总能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比如 一位爱好绘画的女人 靠着在公园里给小孩画脸部彩绘 而迅速走红 一个居家带娃的全职宝妈 靠着拍每天做饭的视频 赚到了生活费 还有那些虽然上着班 却收入不理想的女人 下班之后 将写作这个爱好发展成副业 可谓实现了双赢 中年女人 比之从前 更多的想要自由 只有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才有了说走就走 说买就买的底气 不要在琐碎的生活中 放弃对自我能力的提升 唯有如此 才会时刻自带满满的安全感 女人到中年 最可靠的 从来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在清清浅浅的时光里 一路前行 一路欢歌 尽情尽兴 终究不会辜负了自己 人老了 请活得贵一点 一 晚年生活 由自己选择时光匆匆一晃 轻松的岁月 渐渐远去了 暮年的生活 接踵而来 人生在世 谁都无法避免老去 但是 如何老去 却可以由自己选择 有的人 忙碌了一生 在晚年依然活得委屈 穷苦 劳累 而有的人 奔波了一辈子 在晚年选择慢下来 过得从容 自在 优雅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都是自己选择的 保罗说过 人生就像一本书 傻瓜们走马关花似的随手翻阅它 聪明的人用心地阅读它 因为他知道这本书只能读一次 悲伤 忧愁的过一天 快乐 幸福的 也是过一天 睿智的人 懂得看淡 放下 选择后者 过日子 人生的旅途 只有一次 别再忽视自己 别再亏待自己了 人老了 再不对自己好点 这辈子 就太不划算了 人到晚年 请活得贵气一点 二 精神尚富养自己 活得贵一点 人生这辈子 一个人的幸福度 靠自己给予 精神尚富养自己 泄掉压力 别想太多 别计较 过往的那些遗憾 那些爱而不得的事和人 统统都放下 人到晚年 不要被情所困 不要为了别人的事而烦忧 更不要为了过去的事而忧心 不值得 这世间所有的事 都会成为过去 即便 有再多的不舍 都得劝自己放下 看看 往后的岁月里 请在精神上富养自己 让自己活得快乐 自在一点 坦然放下过往 从容接受岁月带来的馈赠 无论悲伤 难过 还是喜悦 学会从精神上泄掉压力 善待自己 不胡思乱想 不为了小事而反复纠结 反复精神内耗 放下 看开 是生活的良药 活开了 才能获得幸福人生 三 物质上 让自己活得贵一点 人生的旅途 匆匆忙忙 又是几年 时光 抓不住 但是你可以选择 将日子过得舒心一点 快乐一点 前半生 为了钱 为了生计 为了家庭子女 在奔波 后半辈子 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了 往后的日子 不要再吃剩饭剩菜了 不要再舍不得给自己添衣服了 趁着身体健郎 吃洁净新鲜的食物 穿舒适的衣服 取悦自己 物质上 对自己舍得一点 生活的幸福感 也会翻倍 人生一辈子 辛辛苦苦赚了钱 别舍不得花 对自己好点 晚年的生活 能增添一些色彩 能增加一些快乐 人到晚年 规划好钱 合理地花钱 别舍不得花钱 也别挥霍你的钱 从物质上 改善生活 改善心情 人活一辈子 别活得太舍不得 别把钱都攒着 让自己活得委屈 善待自己 从物质上舍得一点 晚年的生活会翻倍地满足 四 为人处事中 活得贵一点 人活着 便要与他人同行 便要与他人打交道 人老了 请活得贵一点 不要总是 以过来人的身份 管他人的闲事 也不要以父母的身份 总是干涉子女的生活 没有分寸感的关系 容易让他人生厌 人老了 为人处事 活得傲气一点 不要管闲事 葛劳德说 生活最大的危险 就是一个空虚的心灵 人老了 管好自己的生活 培养晚年的生活乐趣 建立属于自己的圈子 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人到晚年 不要因为害怕孤独 而总是去打扰他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靠自己去经营 一个人的生活乐趣 靠自己去培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不要总是无理取闹 去影响他人的生活 人老了 保持分寸感的交际 是一种贵气的活法 人老了 保持分寸感 才能与他人九处不厌 别人也才更能看得起你 五 人老了 善待自己善待自己 让人生暮年 活得贵一点 人生匆匆一辈子 不要总是舍不得 而委屈自己 也不要因为他人的事 而总是烦忧 看不开 卡西 拜特曾经这样思考过 我们醒来的每一天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又一个机遇 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自怜 懒散 自私上呢 人老了 请让自己活得贵一点 往后的日子 按照自己内心的所想去生活 去奔赴自己的梦想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善待自己 快乐便会从平淡的生活中 滋生出来 余生很贵 不要随意挥霍 不要轻易浪费 经营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才不枉你来人时间 匆匆往往走一遭 人老了 往后善待自己 爱惜自己 未来的生活 便会温柔地善待你 感谢观看